疫情之后的中国或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赢家 一 在威慑力方面 借助这次疫情向世界展示了举国动员能力 空运和铁路运输都是日本的数倍 一周可见上千病床的高等级医院 人员和物资可闪电般往前线调动 表面上停下来的中国 其实进行了一场史诗级的战略物资配置 二 在进入方面 我国仅用一个月时间就把疫情控制住 并且进入收尾阶段 中国启动宽松的财政政策 股市一路上涨吸引了大量国际资金 而其他国家疫情却愈演愈烈 从而引发各国金融震荡资金外逃